我们当地有几十位老夫人 对老法师很幸福 他们每天下午到庙里读经 有许多医院看不好的病都好了 但是他们没有往生西方的信心 以精神平安无灾就好 因害怕遇灾难 他们学了很多护身的咒 若遇人设其他法门 他们就认为是邪门 外道 公秦老法师针对这个问题 于一开始 这个还是听经不多 希望他们多听听 多听听 往生的这些故事 像这个往生传 进途圣仙路 特别的是近代的 这个说起来大家都知道的 他们容易生起信心 不可以对这个身体过分的爱惜 过分的爱惜身体 念佛不能往生 但是他这一身念佛的善根很深厚 这一身不能往生 来生遇到尽重法门 他就提神了 但是我们总希望他这些身体成就 不要等到来生何事 好好的念佛就是最好的护身咒 这个话是有根据的 清朝早年 前隆年间的一位 法师 灌顶此云 这位法师 在佛教里面 名气很大 同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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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教 邪密 圆容 一身的著作 非常丰富 我看到的 就四十多种 还有一些 我没看到的 大概有一半以上 收在 日本万字续帐里面 他住的好 所以很值得参考 我们早年 学讲经 多半都 采取他的 这个 著书 尤其我那个时候学楞严经 大佛顶 手楞严经 灌顶苏 只有他这一步 注节 把楞严咒 注出来了 一般这个注节的时候 咒都不注 只有他老人家 把楞严咒 一句一句注出来 很难得 所以是宗教协密 他是圆容贯通的 那么他有一部经 注节 观无量寿经 执节 简单叫观经执节 是他做的 他注的 里面就有一段 他说 我们学佛的人 遇到灾难 或者是业障 非常严重 什么样的经咒 都没效了 什么样的灿疑 也救不了你了 像水炉的餐法 凉黄宝餐 这个大悲餐 都不管用了 你的业障太重了 都救不了你了 最后还有一样 决定能救得了你的 那就是 南无阿弥陀佛 这句名号 说得好啊 让我们看到 这个学了华言之后 我们把他这句话 证实了 华言经 在历代 祖师大德的心目当中 是佛门里头第一经 过去方都美先生 把这个经介绍过 给我的时候 他说华言是佛经 的学术概论 其他一切经里头 都是讲的 华言经某一个部分 这是全体 整体 全部的方法 都在这部件里面 华言经到末后 用什么方法解脱了 这诸位下的 普贤菩萨 设大愿望 到归极乐 所以要知道 华言经到最后 是归净土 是归极乐世界 所以古文化 所以古文化 得奖 归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是有净土 华言 法华 通通 只归 无量寿经 无量寿经里面 最重要的经文 就是四十八月 是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的 不是释迦牟尼佛说的 阿弥陀佛说的 释迦牟尼佛转告我们 黎明第十八月 黎明宗师 头脑要清醒 要有真心 切约 一念十念都能往生 这叫什么法门都不行了 这一句阿弥陀佛行 一念十念就能往生 四十八月 第十八月讲的 所以在日本呢 很盛行叫本月念佛 他就专门念十八月 他其他的不念 能不能往生 不能往生 为什么呢 投机取巧 侥幸心 这个不行了 真诚心才行 侥幸不可以 那古道德确确确实实用这个法门 又成就的 他用的是真诚心 不是侥幸心 一生都没遇到法门 最后遇到了 遇到立刻接受 立刻就发愿求生 那这个就相应 第十九月 十八十九 是一样重要 十九月是法菩提心 十八月是身念必生 所以这个两月要连起来看 不能够把它分开 分开就错了 因为我们在这个无量寿经 三倍往生里面看到的 无论是上倍中倍下倍 佛多士说了 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 八个字 所以这个不能不知道 法菩提心 一向专念 决定的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